要求即時復職 要求即時復職 打壓公會開始 打壓公會開始 將這個秋學算帳其實是未完結的 這個秋學算帳我們認為 本來就是打壓這個 本來可以是絕狀成長的一個新公會 看到葉女士有這個號召力 也看到市民是支持這個大聯盟 所以就在這個情況下 就打擊公會 做這個行為 我們認為絕對是倒退 見到他們四位這麼多市民支持 跟著就小生小腦 說暫時服工 就有僱員身份 可以參與上訴機制 還要等一個月才有結局 唐唐大公司這樣對待幾位小職員 試試什麼呢 這件事真的太過分 現在他們打擊公會 其實無疑是打擊前線的職工 打擊前線職工的士氣 亦都會令到九巴服務有影響 受惠的關注我們每天 上班上學 採取九巴的市民 九巴服務每天透露 這件事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亦都很感覺良心的了 現在不單止寫為了這種感覺 現在連前線的工友 前線的車長 都有這個感覺